在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做出重要指示 他强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 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是我们国家和人民 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 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治保证 坚持依法治国 首先要坚持一线治国 坚持依法执政 首先要坚持一线治政 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要以设立国家宪法日为契机 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切实增强宪法意识 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 更好发挥宪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作用 全面主任 不服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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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